今天是2021年7月23日 老科谈科技股第119期 熟悉我频道的投资者都知道 在半导体板块 ASML一直是我非常关注和看好的股票之一 ASML刚刚公布了2021年二季度的业绩 同时近期整个芯片行业又有新的发展动向 所以今天我就结合财报和芯片行业的最新动态 来分析一下ASML股票的走势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侧重于通过剖析科技发展大趋势 去分析科技行业和个股走势 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啊 首先解药总结一下ASML二季度的财报 我认为ASML季度业绩中规中矩 但是未来订单和ASML对于全年的展望非常好 可圈可点 为了方便投资者理解其财报 我总结为两个亮点一个失望 先说一个失望 二季度的营收处于预估的下限 同比增长了20.9% 而环比则下降了7.9% 在发布会上 管理层把原因归咎为会计记账所导致的 光刻机价格昂贵 交货安装和测试时间长 只有到某个阶段时 才会从会计上计入这个季度的收入 因此 我认为即使营收有点小失望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应该多看几个季度 才能看到大趋势 我再说说 这个季度亮点一 虽然营收处于展望的下限 但是毛利率却高于预估 预估为49% 而实际毛利率为50.9% 去年同期的毛利率为48.2% 这也就导致了每股盈利高于市场的预期 毛利率高 说明了其产品的定价能力 但是和上个季度 53.9%的毛利率比起来 还是低了不少 不过 刚才讲了 从这个季度的激报 就尝试得出某些结论 则有些过早了 投资者大可不必刨根问底 亮点 二是最重要的 ASML调高了全年的营收增长预期 在上个季度 对于全年的增长预期是30% 这个季度 对于全年的增长预期是35% 全年的毛利率预期不变 仍然是51%到52% 大家可不要小看了 这额外的5%的营收的增长 因为其毛利率和净利率很高 任何营收的增长 都会在每股盈利上取得放大 换句话说 其每股盈利的增长会远快于营收的增长 比如 二季度同比营收增长20.9% 而每股盈利却增长了40.8% 所以 调高今年营收增长 是这次财报最大的利好和看点 为什么ASML对于全年增长这么有信心呢 因为在二季度 ASML积累了大量订单 这些订单最终会转化为 未来季度的营收 总结一下 我讲到了ASML二季度激报的 一个小失望和两个惊喜 其中 我认为 ASML调高今年营收增长预期 是最大的利好 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激报出来后 ASML股票大涨并创新高的根本原因 讲完ASML二季度激报 让我们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跳出其二季度财报 来看看更加宏观的大趋势 不然的话 投资者往往一夜闭幕 不见泰山 我认为看一下两个趋势就够了 只要这两点没有大的变化 你长期拿住ASML股票就好 趋势一 芯片的需求依然巨大 现在看疫情不会马上过去 且人类的数字化转型还在加速 人类数字化需要更多更好的终端 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设备 物联网的发展还处于农芽阶段 未来大爆发是迟早的 苹果和NVIDIA的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芯片短缺还在持续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基辛格认为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可能延续至2023年 汽车芯片的短缺还在困扰整个汽车行业 所以整个芯片行业都会在接下来几年依然欣欣向荣 充满生机 如果你看一下发布会上ASML管理层的发言 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芯片行业的需求充满了很大的信心 今年以来 Intel要加大投入到晶圆代工了 高调宣布全年砸200亿美元资本支出 加码芯片制造 为了应对Intel的竞争 台积电和三星都在大幅度加大资本支出 ASML是台积电 三星和Intel三国鼎立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 这一年来 各个国家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半导体行业的重要性 正在把芯片制造纳入国家战略 很多国家在通过大量补贴来发展芯片制造行业 比如 欧盟委员会设定了到2030年 将其全球芯片市场份额翻一翻的目标 所以疫情越是严重 数字化程度越高 人类对于芯片的需求越是高涨 芯片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电荷石油 从技术上讲芯片制造越往高阶制程走 芯片制造公司的资本支出越大 也就是3纳米的资本支出大于5纳米 而1纳米的资本支出大于3纳米 正是这种巨大的芯片行业需求推动了和推动着ASML一次次亮眼的业绩 趋势二 ASML对于EUV光刻机的完全垄断一点都没有改变 关于这点 大家可以回看我的去年12月的第65期 台积电很牛 但是还要和三星竞争 还有Intel磨刀霍霍抢饭吃 而ASML的EUV光刻机则至此一家 实现了100%的完全垄断 世界上其他公司眼看着ASML的暴力 就是挤不进来 EUV光刻机的技术复杂性是ASML的护城河 这个护城河决定了ASML具有很高的定价权 能够完全单独享受EUV巨大需求的红利 在科技行业 知此一家 绝无仅有的案例并不多 ASML在其光刻机赛道处于非常好的竞争地位 最后说说其估值 ASML今年涨了许多 年初到现在涨了48% 而台积电只涨了8% Intel只涨了13% 追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SOXX ETF涨了17% 纳斯达克指数也不过涨了15% 所以ASML是上半年科技股的一个明星 刚才分析过ASML依然前途无量 但是现在能够入场吗 分析ASML的估值 我认为可以集中于市盈率这个指标 过去四个季度盈利为2.53加3.23加3.2加2.52等于11.48 当前在美国股市股价为728美元 相当于618欧元 可以得出市盈率为54倍 对于营收一年涨30%以上且增长可持续的公司 54倍的市盈率是合理的 而且我相信因为ASML有很强的溢价能力 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毛利率和净利率 这就导致美股盈利的增长会远快于营收的增长 刚才分析过 这个季度营收只是增长了20.9% 但是美股盈利却一下子增加了40.8% 不要忘记了ASML还有大量的股票回购 这些都会推动其美股盈利的飞涨 所以看似54倍的市盈率比较高 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 一旦美股盈利飞涨的话 市盈率会迅速降低 我认为目前ASML的价位是相对合理的 未来的价位还会随着业绩的兑现而水涨船高 ASML是2B行业 而且其所在行业高深莫测 普通投资者非常难以看懂 加上是欧洲公司 所以容易被市场低估 欧洲在信息科技行业总体竞争力非常弱 而ASML却是难得的欧洲好公司 但是需要强调一下再好的股票 也要讲究进场时机 我这里就不讨论什么价位进场了 这不是我频道的特长 如果你不敢追高 老规矩 我认为你可以考虑一下半导体行业的ETF 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上游 ASML这次业绩和调高 对于全年的展望 也预示着下游晶圆代工细分行业 和芯片设计细分行业的新兴向荣 一只ETF是老生常谈的SOXX 其持仓的3.92%是ASML 另外一只ETF是SMH ASML是其第三大持仓 占仓位的5.74% 这两个星期的台积电和ASML的业绩 证明了芯片制造和上游设备行业的增长的长期性 我早早同时拥有这两只股票了 我依然看好会一如既往长期拥有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关于芯片行业 台积电和ASML 我的频道已经讲很多了 我在去年的第65期和第48期 都详细讲过ASML 尤其想了解光刻机技术分类 和光刻机行业的朋友们 你可以回看那些视频 如果这期节目对于你投资ASML有所帮助和启发 就顺手点个赞吧 我接下来的节目会有更多半导体股票的分析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